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小问题啊 他生出来不久 他在他生出来之前呢 大概有一年左右 你们家里有没有人过世啊 一个年纪大 想一想 跑到他身上去 听得懂吗 是不是是不是一个白头发的一个男的 对 个子不高 那是我外公 跑到他身上去 听得懂吗 要把他 而且我讲给你听 要把他带走 所以这小孩子活不长 真的 那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做 小包子要怎么念 你先要把他 好好地让他念 很多的小包子先要许愿 因为你念不出来啊 你先要许愿 听得懂吗 嗯 先许吧 许一千章吧 好吗 好 然后你要发誓 让他跟关系不再发誓 好吗 我看他现在几岁啊 他现在五岁 哎呦 我告诉你啊 他本来啊 也就两三年的命 到八岁左右就差不多要走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呢 刚刚帮你已经求过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可能会救你 你自己好好许愿 你们家族里面有大业障 你们家里人有不知道是补过鱼 也不知道钓过鱼 也不知道开过酒这种饭店 你听得懂吗 或者做过一个什么大的沙业 所以这些事情很麻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赶紧许愿 然后要放生 要很大量的放生 我现在 我现在是许愿 我告诉你要放一万条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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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 放生的话 我是这样子 因为之前也有放生过 那我是许愿 第一波是放两千条 你不要讲 你反正就说我放一万条鱼 好 然后慢慢慢慢的放 好吧 那小孩子会慢慢应该好起来 但是他这个结束也是蛮大的 先把他身上的爷爷请走吧 好吧 好吧 嗯 那我现在再给小孩子做功课 那他的功课 现在是大悲咒 心经各二十一遍 消灾吉祥神奏 往生做四十一遍 心经四十九遍 大悲咒二十一遍 礼佛念三遍 好吧 给他念消灾吉祥神奏 四十九遍 我看看我看看教官自己 不是他给他演点瘦 好吗 先一段时间演了之后 他再年轻再做功德 还能再继续演 明白吗 嗯 现在大事大部分都不太少 头上都不能共鸣 因为头上都不能共鸣 我们靠你们自己救自己 好了好了 下去吧 然后再以后 再重新一些 停止 之后 再重新的